七六行者负责人陈修将快步离开地院 他涉嫌杀害胡姓女友案件贞结 虽然检方上午依杀人罪将他起诉 但法院在下午开庭讯问 审理后裁定陈修将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法官认为陈修将没有逃亡串供之余才会裁定交保 但张华递检不排除提出抗告 陈修将有妻女却疑似怀疑女友跟别人暧昧 涉嫌在汽车旅馆杀害女友 发现她断气了再到医院却难以挽回 除了被害人她的妻儿也深深受害 太太在脸书说多少难熬的都熬过去了 为人母坚强撑着心疼孩子被言语攻击 原本夫妻两人一起经营礼仪社 也参与公益获得热心美名 但陈修将涉嫌杀人 尽管现在20万元交保 但形象严重受损 妻子说当初不知道死者胡小姐的存在 现在则不希望丈夫回来 不过夫家娘家和两个孩子 还是都要有人照顾 只能坚强 TVBS新闻陈志忠张华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